字幕志愿者 我看妳今天好像 剛剛那個歡呼的聲音 好像有點沉悶 比較小是不是 對 怎麼了 沒有 因為我覺得 講到今天的主題 我就想到我之前的長官 長官 對 因為之前我工作的時候 手機24小時都不能關機 要隨時待命 stand by 可是妳不是主播嗎 對 媒體業都要這樣子 這很合理 是沒錯 這才能夠表現妳的敬業 因為24小時都可能有事 事情要發生 但現在就是 這就是專業的 勞工法一律修 不是應該要 對啊 要合理的休息吧 你應該是這種冠老闆 這個要怎麼說 因為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工作的敬業精神 好像有時候還是跟時間 脫不了關係 妳要看妳投入多少 但是今天我們就好好分 老闆跟員工兩派 來辯論一下 要辯論 好 我們現在要先來介紹 就是員工的代表 氣質 女星薇如 大家好 我是苦命員工 薇如 苦命員工 好 接著就是今天穿得很像 老闆的員工代表 瑞迪 大家好 我是倔強員工 倔強的員工 好 那老闆代表 有員工代表 我們也有老闆代表 今天歡迎我們的 應該是超級大好老闆 老闆代表 我們家老闆 大家好 我是老闆代表 江澤勳 好老闆嗎 我們另外一個老闆也不得了了 真的 他最懂得員工 心理的 我們的最體貼的老闆 的老闆代表 歡迎我們的佩穎 歡迎 大家好 所以只要聽起來 你應該是最不好的老闆 感覺起來 跟他們比起來好像我好像相對比較不好 不過這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我們在的地方是在學術界 大部分來的其實不是員工 學生 其實是學生 學生最好騙 最好騙 都被你這個騙中 因為他們來這邊 不是純粹為了賺錢 真的嗎 如果他賺錢他到外面商業界賺錢 他其實來這邊其實是來學習 也是啊 很會自己幫自己掃除 這是壞老闆的最佳借口 你是來學的喔 不然我們來看一看觀眾 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他說老闆 他的老闆常常把客戶至上掛在嘴邊 答應對方事情呢 之後全部都丟到他身上 然後不管對方要求合不合理 都沒有辦法如期完成 然後就在公司標罵 這種血汗工廠真是受不了了 所以他是員工代表 真的 就是他覺得說老闆這樣實在是不合理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 但是我在想說這個所謂的客戶至上 這個原則到底對不對啊 我覺得 以老闆的角度來說應該是對的嗎 客戶至上這個原則是 其實是 業績至上 就是說有業績的客戶至上 對啦 講白一點就是有錢至上 對 有錢至上 對 你很麻煩一層白話文 對 有錢至上 但是其實我剛剛講到就是 我們媒體24小時都要隨時帶密碼 對不對 老闆是不是下班之後還是會一直line 一直line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一定是媒體 也因為像有的時候我們下班的時候 新聞在發生 我們就是要出現 所以下班的時候接到line 就是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而且有時候我也會很困惑說 那我現在應該要回去加班 還是我應該要假裝沒看到 但是有的時候呢 我的老闆也有點過分 就是他在你還沒起床的時候 先傳訊息跟你說 說什麼 可以幫我買早餐嗎 蛤 這不是公式的吧 對 對啊 你這時候還算還好 我朋友他遇到的老闆是下班之後 你要隨時接老闆電話 請述老闆的心聲 你要去傾聽老闆的心聲 老闆今天在工作過程當中 他發生了什麼事 老闆就很愛打電話給你 除了標馬一頓之外 我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隔天到公司 老闆還是照他的方式自己做 就是他老闆下班可能太無聊 沒有地方宣洩 但是員工的人 可能就要隨時去接這個電話 對啊 對 我要反駁一下 沒有 要反駁一下 馬上老闆放出來了 老闆也要反駁嗎 我們員工真的是很多要控訴的 真的 老闆請坐 我昨天晚上12點半 才在賴我的同事 快逼 來 沒辦法 昨天下班之後又去吃飯 吃飯完回家之後 又坐在電腦前面一直工作 你為什麼11點還要賴同事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是 覺得有事情沒做完 突然想到了 想到什麼事情 然後就 但是我知道這個同事可能已經睡了 因為我們有個群組 群組裡面20幾個人 然後可能他已經睡了 所以我只是想說 那我教他這個事情 我記一下 他可能明天早上起來才會看到 可是他沒想到 對 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 我們學術技能常常很多時候 你第一手可能晚上10點多 你收到一個不錯的文章 所以你想要馬上 那我想說 反正你明天早上再看就好了 對 然後我就想說看到文章了 我如果現在沒有記出去 可能等一下事情我再接 我就會忘記 我就會先把這個文章 轉記給學生 那我有問題 那我有問題 對 你send給學生之後 這個學生已讀了 但完全都不回 對 那你會生氣嗎 不會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那個文章 因為那個文章 他一時半兩 他一時半天他也讀不完 真的嗎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不會期待說 他馬上有什麼反應 因為他要在學術界 就是他可能要花個三天念 但是我三天後他還沒反應 我就會問說 請問那個文章你是念了沒有 可是有的時候是當天就是可能 他覺得我們哪裡沒有做好 可以我們當下接到指令 是可以及時修改 是 但是我看到了已讀了 不小心按出來已讀了 那我到底是該去回他 馬上回 對 比方說晚上12點這樣子的話 還是說隔天再回 這個要看說 老闆他是丟在群組裡面 這裡應該是就放下來 沒有 我們被誤會了 這應該是反駁啊 我們被誤會了 因為我就覺得老闆這時候傳給我 他就是希望我們立刻去執行 如果是你一個人的話 不是在群組裡面 是只丟給你的話 那你已讀了 那不管怎樣都要回一下 那不管怎樣都要回一下 對 你是老闆心態就是說要回 對 那麼其實可以寫說 謝謝 我已經要睡了 拿到了 感恩 明天再回 你一個笑臉 就一定要回一個圖嗎 還是什麼 我覺得這可能算是禮貌問題了吧 對 但是你半夜12點半 傳簡訊給人家就禮貌了嗎 對啊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就是開玩笑的回我的老闆 我就說 現在這樣這個時間 我已經下班 那你傳訊息給我 聽說 這樣子是可以當作加班的 真的喔 可以的可以 但是有沒有那種老闆會改來改去那種 有有有 我覺得有一種老闆是比較情緒化的 我現在要來控訴一下 我自己他朋友的老闆好不好 絕對要控訴 這個老闆真的很厲害 每天早上 對 每天早上只要股市開紅盤 我跟你講老闆就什麼都好 你說什麼都好 好 員工什麼都好 但是只要股市一開是綠盤的話 本來報告是說好 下禮拜再叫 他隨時就改 今天下午就要給我 我怎麼說 對 馬上朝夕令改 然後本來說A方案呢 我們要走文青路線 比較有氣質一點的 然後真的交報告給他說 他說 怎麼這樣做呢 這麼無聊 然後他們就想說不對啊 可是不是你交代我這樣做嗎 從A方案可以改到B方案去 常常朝夕令改讓員工不知所措 這個部分我們就有非常體貼員工的老闆 我們專家來問一下 我覺得我還是要稍微反駁一下 其實很多朝夕令改的老闆 他有時候並不一定是情緒化 通常有時候他們比較屬於外向型的人 所謂外向型的人 就是他很容易邊想邊做 或者是做了再說 然後做了再檢討 做了再調整 做了再罵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你可以稍微去觀察一下 如果你的老闆是一種外向型的 你一走進這個辦公室 你就發現很多的那種開放空間 多數老闆就是外向型的 外向跟內向其實有時候蠻好看得出來 內向型老闆你會發現他大部分時間 都在自己的辦公室裡面 對 那他喜歡比較多文字的訊息來往 然後外向型老闆他會直接走到你面前 跟你講巴巴巴巴講完之後 然後就趕快開始做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很難消化 所以面對這樣子外向型老闆 你其實你要不斷的寄memo 然後回傳給老闆 這樣很累 等一下 我是 你是真的 我也是 這樣太累了 因為我們是且戰且走 就是你拿到什麼 我就趕快跟你講 但是有時候想好像 又不對 要修正一下 對啊 那我們做員工的 就你給我一個A發案 你又突然改B 那我到底要往A走 還是往B走 對啊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世界上面有東西是永恆的 沒有固定的 都是在變動的 我唯一的不變就是 你唯一不變就是 因為你是老闆 我們是員工 對 不過我也要控訴 就是我有朋友 他就是想要領一職之保 但是他很多假沒有放完 怎麼辦 對 但是老闆就是覺得說 你沒有放完 但不給你假 也不給你薪水 這個我倒覺得就不合理吧 對啊 這不合理 這是應該完全不合理吧 對不對 這不行 這也違反 我們做法律出版社的 這個已經違反 違反勞股法 這問題就對了 違反勞股法 他可以選擇他要假去補 或者是選擇錢 對 就是吃心 對不對 但是不能不給 對 一定要選一個 表現再差都不能不給 對 這是一個法 因為有的時候 老闆會說 好 那你要補錢 是不是 我補給你 但是我要控你烤機 蛤 對 因為他會覺得說 是因為你沒有把你的假管理好 對 所以就變得是說 你自己沒有把自己的生活時間安排好 是 是不是應該控訴一下老闆們 對 怎麼可以扣烤機 怎麼會覺得 來來做一點反駁會 有 就是我們長官會說 你自己假要安排好 對 你要排好的 你說該休息的 這個扣烤機這個事情 一開始有先講好嗎 有先講好就是說 對 就是長官會說 你要自己先安排你的假 對 對 對嗎 老闆們覺得這樣是對的 你是有請假 然後他後來 就是你有沒有請假 還是說你就無故礦池 不是 我的年假沒有休完 沒有休完 那你換錢給我 對 那你說好 我換錢給你 但是我要扣你烤機 因為你假明明就是 早就告訴你有這些假 對 早就告訴你 你要自己安排好 其實現在我們在公務體系 會比較這樣 就是我們一年初 就會馬上不斷的提醒員工夫 對 就說有這些 你要趕快安排好 對 可是用那個來扣烤機好像也 對 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他們都最後默默扣在心裡 沒有 沒有 心裡扣而已 心裡扣就好用 所以我們這樣扣數也是合理的 對不對 老闆們 還有很多的老闆都會說 我們共體時間 今天不辦尾牙 好不辦尾牙 我們為公司打拚 沒關係 OK的 但是我滑臉書滑一滑 滑到你可以帶七小出國去 大吃大喝 他不辦尾牙這樣合理嗎 對啊這樣合理嗎 這個 這個 老闆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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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狀況我聽來是不合理 但是有可能是 老闆的老婆 他娘家很有錢 對 他可能他們自己出國 對不對 通常有錢都是老闆 都是他老婆很有錢 這是什麼理由 我反而不會 還有可能他老闆的老婆的公司 大賺錢 對啊 老闆真的 還有一種狀況是怎麼樣 公司今年明明就有賺錢 但是你們年終就是發得少 對不對 這個比例調配 你們總是要調配均勻嗎 對啊 等一下 這個是有理由 有些公司 但是他雖然賺很多 牌面上賺很多 但是很可能 他已經準備明年要拓展行業 沒錯 就是這個 真的 他要開加盟店 他要開始拓販公司 這眼光也放太遠了吧 對 真的是為了這整個公司好 現階段怎麼都把我們員工顧好 因為我們明年 我們公司要買快3000萬的地 是個全要那個 要存下來 以後你們加薪的機會更高 我們就這樣 老闆 我明年會365天每天上班 你先讓我請兩個月 這樣可以嗎 這個可以嗎 老闆嗎 請兩個月 請兩個月待回來就換人了吧 你看 對 公司整理 來 我們這件事情 還要請我們最體貼的老闆 最體貼的老闆 我們佩妮來說一下 慘白說我覺得 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你看我們員工控訴的有理嗎 老闆 火氣好高漲 我們自己控不住 今天整集都燒難燒了對不對 對 又被燒 可是其實以我自己的心態 因為我之前待過氣管國文公司 我其實一直覺得 待人真的要待心 真的 所以即便是你真的現在 供體時間 你願不願有一個通透性 跟你的員工很 就是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接下來的規劃是什麼 要讓員工知道你未來的願景 而不是讓員工覺得你摳門 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溝通非常重要 溝通 那個通透 這個為什麼年中很少的原因 要清楚的釐清 對 然後順帶一個願景圖 有沒有 讓大家充滿了希望 願意為你公布 永遠達不到那個藍圖 好 老闆真的會放清楚 好 所以我們員工先消消氣 待會就換老闆們要來控訴了 要給我們一點機會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30卡卡 老闆其實也很冤枉啦 哪裡冤枉啊 老闆不是很大嗎 但是表面看起來很大 其實背後都有說不出的心酸 對不對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很多時候 有什麼 讓你們評審一下 其實老闆真的很多時候 他扛著這個公司的責任 尤其是如果員工越多 他會去想說 這個公司如果做不好 可能50個家庭都會被他毀了 對 所以這時候他要維護好 整個公司的時候 他不得已只好扛下一些責任 責任有時候真的一個人 能力有一個極限 他只好分給員工幫幫忙 是有壓力 是這樣說的 大家來幫幫忙嘛 對不對 教老闆 教員工幫幫忙 對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老闆壓力大 很大 但是我們也常常遇到一些員工 哇 再可怕了 真的嗎 這是惡員工 有沒有 有嗎 有啊 我是 就是我每年都會辦員工旅遊 然後有一次是國外 然後一次是國內 像我們今年 國外是去法國員工旅遊 好棒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你看 太好勞棒了 老闆還有職缺嗎 不是 我想請問一下 員工是不是只有你老婆 沒有 我剛剛我老婆沒去 都員工去 全部員工去 對 都員工去 最好玩 因為老闆就玩游世界 不跟你們那樣玩了 現在我們要提供 已經開始寫履歷了 提供購物金補助 還有購物金補助 還有補助嗎 真的 然後主要就是這個 國外的法國的員工旅遊 是公司出錢 因為有其他股東 但是有一次國內的是我自己掏錢 我就可能會掏幾十萬出來 讓大家去國內員工旅遊 就有一次 就有一次大家去玩的時候 都已經 他先報名了 可能20個人大家都報名了 就有其中一個員工 在報名好之後 他就說他要離職 他就說他要離職 但我想說 你如果要離職的話 你應該跟我說 那你就不去這員工旅遊 沒關係 他還是去了 所有補助都領了 去玩的時候不跟大家走在一起 就是說 脫隊 對 脫隊 都不跟大家一起玩 然後回來之後 也就是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我會受傷 我會受傷 對 我會受傷 合理 為什麼會合理 因為他也是幫你賣命工作這一年 所以參與員工旅遊 本來就是正確 所以我要說 國外員工旅遊是過去的 就是說是 我會不會給你 對 我會不會過去的 對 但是你到他 飛過去的那一刻 他確實是跟公司是分開的 對 國內的是我自己招藥 希望你接下來好好賣命的 對 是接下來 他就沒有打算 可是他沒有打算要繼續做不是嗎 他就沒打算繼續做 對啊 本來就這樣很合理 對啊 怎麼會合理 怎麼會合理 等一下 年都晚完 對啊 年都領完就領職 我這年重已經給了 然後我再給你一筆獎金 是另外 為了以後說大家好好拚的這樣子 對 你說他領完獎金他就領職了 對 是預期的 就是我未來一年還是用你的幫忙 對 是見面禮的概念 對 對 先給的 所以就這樣回到剛才一個問題 你如果就覺得 他一定會離職 你就不要給 那你就給人家 人家當然就收 重點 你用我給的時候 他才收到離職 當然給了就要收 對啊 所以你這樣會讓 以後老闆都不給這種見面禮的 就是都等到你們都做完 事後再回饋 你覺得這樣好嗎 不然我們問一下行李師 這樣子我們以為員工的應該要收吧 對不對 你不收也不收 其實兩邊人的立場都不同 可是其實我可以理解就是 姜哥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因為其實那裡頭就有 就有老闆本身很高的預期價值 對 預期他 會收到錢之後就會 預期希望這個給這樣子的福利 給員工之後 可以有後續的回報 然後應該也會預期員工應該夠成熟 夠社會化 能夠理解老闆這份心意 是 他想拿錢打發我們 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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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贊 贊 願意拿錢打發你是很好的事 是 對不對 對 是 對啊 這種感覺就好像說 你今天找一個朋友說 我帶來一個爆米花 可樂 我們一起去看電影嗎 我說好 然後你就自己拿了 然後買一張電影票就去看 對 就必須看 這種感覺很受傷 就獲得猜巧 我覺得應該是老闆 他Kimoji的問題 對啊 就是一個心情 可是如果我已經找到 另外一個更好的老闆 我當然也會想說 那我還是兩邊都吃啊 就是更好的 還是要有一點 連員工跟男尾如都偷笑了 你現在你聽 你剛剛那個夫妻一張 更好的工作嘛 就是騎鱗走馬的心態 對 對 騎鱗走馬 其實我想要說就是 其實老闆願意出來開公司 其實在盡社會責任 就是提升每一個人的 那個幸福價值感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有些員工 他很 就是很踐踏老闆的信任 對 就是給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也會希望 有一個預期價值的匯報 像我之前其實幫我員工加薪 加了 三千五千 然後他其實還很嫩 但我願意這樣子信任他 可是他後續 因為我給了這個薪水 我就會有一個預期價值感 就是價格跟價值 其實是同比例的 但是他卻沒有給予相對應的回饋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非常的受傷 所以其實我覺得 員工一樣能夠體會 就是那個老闆身上那種受傷感 他沒有更認真嗎 對 他沒有更認真 而且做得更不OK 講到這裡我也要控制 對 我們這類的老師 也是有一樣的情況 就是當你很認真在帶學生 你遇到這些學生 你給他很多文章 然後很希望他 甚至你花時間找到很棒的材料 要給他 希望他好 然後要他做一個 比較高水準的研究的時候 你偶爾就會聽到其他學生說 跟著那個江老師超級超 好可憐 然後就是你看他的學生 他每個都被抄得眼睛都是紅色的 很累 然後都睡不飽 然後他說都不敢回家睡覺 都在研究室睡覺 好辛苦 好可憐 對 然後你聽到的時候會覺得 有點受傷 就是你不知道到底這些學生 到底懂不懂你的用心 願不願意被訓練 那你想其實對我們老闆來講 就是我身為學校老師 我也可以不用花時間教你 我可以收少一點學生 我可以不要教 那你就不要學 可是你不能說我用心了 你還跟同學說 我跟他超倒楣的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調整老闆自己 你的心態要調整 對 你的心態要調整 因為就是員工不成熟 像媽媽在罵小孩 小孩就是不懂 所以他就覺得媽媽怎麼這樣 每天都要求我要求C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你就要知道說 你就是等於在教小孩現在 就是他們怎麼罵你 你都不要回應 對 你就不要回應 你就是冷靜當父母 你姿態擺高一點吧 真的 對 就當作沒聽到 就當作那是你的小孩 一直戳 都不要受傷 一直流血就對了 對 我也沒關係 不要管 但是我要控訴一件事 因為有的時候老闆 他想要栽培的心情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有的時候 你會不會栽培的時代太久了 都不幫我加錢 太久了 太久了 對啊 因為有的時候 有些真的都不加薪 真的 可能覺得你很好用 但是又不讓你走 就是說你留下來過陣子幫你加 過陣子幫你加 過陣子一直過 一直過 然後才加那麼一點點 然後又覺得我幫你加薪了 不應該走 對啊 隔這麼久 那這樣子是 老闆怎麼想 老闆怎麼想 這個時候你要看說 周圍其他人有沒有加薪 其實都差不多 如果都沒有加薪的話 就是公司運營一定不好 對 共體時間 對 共體時間 但是還有一句台詞 是老闆很常講的 我們不會齊頭式的加薪 對 對 這樣子就會變得是 員工也會 就是老闆 比較啊 他們會比較啊 確實是不能齊頭式的加薪 因為就是有人表現比較好啊 那如果我都用齊頭式 那完蛋了 有些就是比較 它屬於比較內向式 比較這個 就是 表現沒那麼出色的 對 下班之後要去做自己的這個 各種的活動的 然後我對於那些常常在加班 他除了有領加班費之外 他表現也可能比較好 那如果說我同樣都用 一樣的標準對待他們 真的不公平啊 對啊 那會造成說 認真的這個人 他也不想做了 對 有些員工就是 他真的是把生命 投注在這個公司 工作上 這不太可能 我覺得這不太可能 有耶 真的不太可能嗎 員工要把生命 投注在工作上 這是不可能的 真的 其實我有遇過耶 老闆會把生命投注在工作上 對 就是我也有遇過就是 很為公司著想的員工 非常的有創業家精神 是 就是很多的 後來就自己去創業 沒有 現在還是一直就是很跟著我 真的 而且好像有 譬如說你請好朋友 當自己的員工 好像做起事來 也會綁手綁腳的對不對 對 會 雖然今天我是以一個員工 代表身份 但其實我也有創業過 對 但是那次創業就遇到一個 很嚴重的狀況 就是因為我找了好朋友 一起來合作 合作 那你合作的時候就會變得是說 我今天希望 讓我的理念能夠實現 但是我卻不知道 如何去跟他合作 對 尤其是瑞 你是我的朋友 我現在是你的員工 你跟我講一句話 快 我覺得你工作效率 有一點不太好 但是我又不知道 要怎麼跟你講的時候 我就會說 你能不能稍微 就是積極一點 對 瑞 不不了了之 然後就會讓這個整個狀態 就會一直呈現一個惡性群怒 隔天又恢復到一個狀態 對 隔天就是 我本來想講 他繼續擺爛 忍不住跟我講 我說你一杯子 對 而且最可怕的是 最後可能會反目成仇 對 真的 很容易 變成吵架了 所以會很可怕 對 真的 所以有時候好朋友不能合伙 對 就朋友 要分清楚對不對 對 當純朋友比較好 還有可能就是打工 建材 有一些是愛上班不上班的 對不對 老闆 對 通常打工 因為其實我也開過飲料店 對 那飲料店都是公讀生 做過很多生意 對 我也開過婚友社 對 因為他飲料店 他這個公讀生的話 他有些就是 他排班 第一個不是很穩定 他想賺多一點錢 他可能又去7-11去值大約幫忙 對 對 那就變成說 他來這邊做的時候 其實沒精神 他就是辣手足多頭燒 對 然後飲料店 其實他調配的那個 就是跑跑的比例很重要 對 所以他調出來的味道 你也覺得不對 而且現在那個大家要想 半堂減堂 微堂 對 對 所以後來飲料店又倒了 對 對 我們也體恤他這個 又是夜先 又是學生 對 然後辛苦 可是到最後你真的受不了了 因為他可能 在做事的時候不止戲 對 然後你叫他做 他也不做 所以甚至就是說 你跟他說這個 因為他後來可能太忙了 然後他想要 他想要離職 那你跟他說 你再幫我一個禮拜而已 好不好 他也不幫 他就熟了 對 所以會遇到 如果工讀生的話 真的 我曾經去個飲料店 我就說老闆 我要那個熱奶茶 他就那個員工說 那飲料多還少 飲料多 所以他已經累了 太累了 你說 我要幫他們說說話 你去看以前 飲料店真的很累 對 你去看以前 所有那些大企業家 他們年輕的時候 幹過多少工作 24小時 基本上就是當一年這樣 一整天在操 你想一想看你在當老闆之前 你是不是也操成這樣子 你是不是要提恤一下他們 是 有體制的 飲料店真的很累 飲料店我也打工過 你也打工過 我打工飲料店 我們要自己去煮茶 然後自己泡飲料 然後櫃台 全部都要學 冬天洗手很冰對不對 對 很冰 而且還有職業病 會手邊邊處理 我也工作過 所以真的要挺訓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看 哪一個行業的 灌老闆最多 灌老闆哪個行業 對 有四大行業 我們就來看第一名 就是服務業 真的 服務業 因為服務業很強調服務品質 所以老闆會要求 員工客戶大部分都是對的 所以那時候他會一直要求 因為他這個第一線 所以難免這個老闆會花 比較多時間在要求員工 但沒有體會到員工 其實要當服務這麼多客人 很心酸 服務業真的很累 像你看那個櫃姐 他們也算服務業 然後空姐他們 算是服務業 其實他們都很辛苦 要好好體恤一下 第二名是醫療業 醫療業也是有關老闆嗎 你看這個我比較不知道 院長那類的吧 應該是說醫療業它的壓力 比較大 因為它牽扯到的都是 生命攸關的問題 所以你不能犯錯的 所以說一旦有些錯 我們可能當天 你一刀錯了就完蛋 或者是說當天我們或是隔天 都會開始開檢討會成會 就會說你這裡不對那裡不對 所以要求會越來越多 有時候如果說假設好好的做 你們又不行的話 只好訂一堆的SOP 我們不是有某個市長就很多人 很喜歡訂SOP嗎 就是這樣 對 所以它要求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可能就會越來越覺得說 SOP 然後就變灌老闆 所以SOP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就是灌老闆的SOP 對 好 原來如此 原來也是醫療業出身的 是 好 第三名百貨業 百貨業 剛剛講到百貨公司櫃姐 對 是因為業績 對 業績壓力 所以第四名是 不動產業 不動產業 為什麼 這是仲介嗎 應該有可能 對 房仲是滿累的 是 房仲業是滿累的 對 因為他們上班時間非常長 好 我們在座的來賓好像 行業都沒有灌老闆 不過我們媒體業有灌老闆 這就不好說 應該有吧 但是我可以分享 特別講一下媒體業 像是有在這前幾名的 媒體業我們就先不要講了 我下次來講的時候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不在媒體業的時候 但是像我有朋友做百貨業的 就是像他上個月業績很好 這個月業績突然不好 已經做了半個月了 業績才一萬而已 他們老闆怎麼樣你知道嗎 每天就是從早到晚 就在他旁邊說 來 你現在練習 怎麼樣接課的那個SOP 就逼他一直不斷的Repeat Repeat 要他練習 然後他就說什麼 接下來母親節檔期 什麼檔期 你趕快練習 壓力會不會很大 就是變成是 老闆在旁邊一直睡睡念 這真的是太誇張了 所以這些灌老闆們 好好體恤一下原則好不好 真的要 但是老闆們其實 只有另外一套方式 可以讓我們員工舒服一點 有一些講話的話術 對 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30卡卡說話藝術差很大 江哥 你不要再一直吵一直念了 不要吵一直念 我是問你好 你知道嗎 而且是給你成長學習的機會 現在已經時代變了OK 時代變了 對 那是怎麼樣變 就是老闆真的都要一直講一些 讓我們覺得很受傷的話 很受傷的話 所以我們這一個PAS要來研究 怎麼樣講 員工才會舒服一點這樣 這句話真的很討厭 或是說 你現在走出去 我三秒鐘就找到 另外一個人來取代你 這個位置不缺你 你是不是講過這句話 講過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餓老闆的餘路有哪一些呢 這個疫苗激怒員工 絕對是第一名 就是景氣不好 供體時間 真的 這個就感覺說 現在很糟很糟 而且就是老闆不給我們錢 就是小器 明明就可以加薪的 就自己傾起來不給我們 然後都用這個理由來說 自己偷偷出國去玩 對 因為老婆賺大錢 對啊 就是用這個理由 然後出去一直打卡 然後第二名就是 公司給你學習成長的機會 等一下 這個我要先講一下 這個只有在學校單位 就不適用 因為學校本來就是教育的單位 就是學習成長的機會 就是學習成長 因為你來學校一定是來學習成長 所以你常常講這句話 對 我常常講這句話 我常常講 但在員工的耳朵聽起來 就會覺得老闆你在嗷我 是 你聽起來會覺得自己 沒有 如果是公司 我覺得就沒話說 但是如果在學校單位 我們真的大部分 大部分的 老闆為什麼會喜歡講這句話 因為你看一個 就是一個員工 假設你一個月薪水是三萬塊 可是你實際上付出的 可能到六萬塊 因為你的這個 可能健保還有場地這些 對 然後呢 你說你老闆付出的嗎 對 公司付出的 那還有就是說 這個給你學習成長的機會是 你原本有你的專業 可是你進來 除了說要跟大家一起融合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是你要學的 你要升主管 一定有非常多的事務 是你要學的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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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定要學 因為現在 在很多學校的教育裡面 教的東西到業界是不能有用的 對 所以我們要重新訓練 真的是沒有用的 姜哥你雖然有道理 但是這個東西應該 所以怎麼是學習成長的機會 對菜鳥說我覺得可以吧 但是如果你對一個 已經在這個行業裡面 可能有一段時間的人 那你又跟她講說 這是給你學習成長的機會 真的不會太過牽強 學無止盡 老闆自己都一直在學 而且時代一直在變 活到老 學到老 對 那我再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在學校所學的 像一般所學的 大部分都是比較早期的 一個學習知識 所以進到公司要重新學習 你說那在學校要不要重新學 要 因為學校現在連老師 也都一直不斷在改變 所以大家一直在學 所以現在我們強調是共學 你是在招生是不是 對 不是 都要一直學習 我們來看第三名說 這個位置是責任制沒有加班費的 很多老闆都會這樣說 最討厭了 就擺明就是不給你錢 對 然後就要你做到私 對 做不好也罵 做好也不會有讚賞 所以我們問一下心理師 為什麼老闆會有這樣的心態呢 其實我看到這一些老闆的語錄啊 其實你會發現其實台灣人 都有一些奴性存在 奴性 對 可是這早在我們 這其實早在我們教養時期 就已經發生了 因為其實很多老闆 他都會透過這樣子責備式的啊 或者是去除掉你的 去除掉你的特殊的價值 例如說你 就是你這個是可替換性很高的工作 所以讓你有一種恐懼感跟危機感 你有了這個這樣子的感受之後 你就會懷疑 你就不敢了 對 你會懷疑你的自我價值 會心裡想說 是不是我就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我只能為你賣命 所以你的那個順從性跟奴性 你就會越長越多 對 其實是會有這樣的狀況 真的老闆滿聰明的嗎 對 這不是老闆的心裡戰術嗎 那等一下 我這邊還是要 得替員工講一下 那有沒有破解的方式啊 其實破解的方式就是 老闆你自己個人 你有沒有看到你自己的獨特性 是 價值感跟希望感 所以如果你有這些東西 你其實是可以讓員工看到 我覺得我請到你這樣 員工真的是超幸運的 是 你幫我做了好多事情 我都做不好 那你員工就會覺得 哇賽 我有存在的價值 對 你有存在的價值 你其實會願意為老闆賣命的 而且告訴他說 你做的這件事幫助到多少人 是 給他希望感 真的 這樣會不會變得 因為我們一直在拍馬 沒有 其實這就是老闆 他自己願不願意相信員工 但江老闆 這不給加班費 我們員工要怎麼樣自己爭取啊 又如果聽到責任制三個字 基本上他就是沒有效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勞基法裡面 84條之一就規定說 這個責任制它必須有三種狀況 第一種就是說 你要一些特定的職務 現特定的職務 它有列很多職務裡面 特定的職業別 特定的職務在裡面 才可以說是責任制 你不能說叫一個新進來的人 就跟他說你是責任制 第二個就是說 又違法了 對 是違法 第二個要簽約 雙方要有這個簽約 你也同意說 這是責任制的 白紙黑字 要簽約 第三個你還要把這個東西 送到勞工單位去核備 這才可以說是責任制 那就是像清理師剛剛說 大家奴性太重 我講責任制三個字 反正你就相信了 對 對 然後你相信了之後 你要去檢舉我 我沒說過 對不對 所以我也要控訴 因為現在雖然有這個法條 但是我還是有朋友 他們的公司是說 好 你五點半下班 可以 你要下班可以 但是請你先五點半準時 下去打卡 打完卡以後 再回來上班 很多都加了 對啊 沒問題 而且老闆是說 因為會吵 會吵 老闆是說 老闆會說 你做的事要做完 我也加入你們 學校也是嗎 也有這種就是 禮拜六是 你要來加班 對 不准給我打卡 對 對 不准打卡 對啊 這樣怎麼辦 要有勇氣 提高勇氣 要收集證據 對 對 所以我就沒飯吃了 誰敢控制 但是我也想問一下老闆 因為比方說 老闆說好 那以後照這個規定來走 你五點半可以下班 是 我就真的每天都五點半就走 這樣子會影響到觀感 如果它本來就是一個 責任制的工作 老闆就在心裡面 幫你打一個叉 怎麼辦 這就是你剛剛講的 影響到烤雞的 對不對 你可能薪水也是有 可是這樣就 不過我覺得還是有例外 其實有些員工 他其實他的工作效率是高的 對 他做完了 其實很多老闆大部分都看績效 你就做完了 做完就可以下班了 你就可以下班了 所以其實說穿了 還是回到你自己員工 你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你願不願意就是 有效率的做好之外 還替老闆想 然後做好上上管理 你比老闆想得更多 你比老闆做得更快 老闆看到你的價值 怎麼可能會把你烤雞打擦 是 沒錯 就是其實說如果像責任 像我們在學校單位 看研究生在讀書 我們不會期待說 他說告訴我說 他整晚在研究室沒睡 沒回家 然後通宵在念書 我們不會 我們反而會希望說 他去玩了 然後他報告都準時交 看結果 我們要看這個是結果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是說 要做責任制的概念 而是說你把事情做好 我們當然希望你開開心心 對 好 我們還要看 最後兩個就是 公司不怕請不到人 還有公司會看表現來加薪 這些都是二老闆會說的餘路 但是其實老闆們 可以換個方式來說 我們來看共體時間 其實可以怎麼講 公司是有發展潛力的 你願意跟我們一起成長嗎 有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 有滿舒服的 對 有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希望感 希望嗎 就是說 好 我們願意跟你們一起成長 是 上面那個有分泥物 下面這是我們牽手一起走 對 一起 對 手牽手大家一起成長 對 對 那下一個我們來看 公司給你學習成長的機會 可以改說 公司目前有這些計畫呢 如果你可以順利達成 我會替你跟公司爭取加薪喔 哇 聽起來很好 聽起來也很好 對 希望感受 聽起來很舒服了 對 聽起來就順耳朵了 對 對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是什麼呢 這個位置責任次剛剛說的 可以換成說 妥善規劃工作時間 也是能力的展現 對 就是效率 對 效率 你今天五天班 你四天就做完 最後一天你就放下去玩 多好 真的 真的 助理都在苦笑了 助理收酒 這麼好康嗎 所以老闆們 老闆們可以好好學習 這個說話的藝術 好 最後來看下一個是 公司會看表現來加薪 公司有賺錢一定會共享共榮 這好 對 就是大家有福同享 對不對 員工聽起來 就當然是耳朵 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這大概不是要話術 而是說 你拿出誠意出來 跟員工大家互動 然後你把你最內心 最希望這個公司 跟員工一起成長的心意 表現出來跟員工分享 我想員工應該也能夠體諒 沒錯 對 而且老闆的EQ好 有時候員工更容易 就是幸福於他 真的 真的 帶人要帶心 對 帶人要帶心 不過其實在我們上班 上班族很多 壓力都非常的大 到底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紓壓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三十卡卡 教你紓壓好方法 對 其實不管是老闆或是員工 現在這個時代 大家工作起來 壓力都真的滿大的 對 就算是你是好員工好老闆 都有壓力 更不用講 你有遇到二員工跟灌老闆 壓力更大對不對 抒壓很重要 對 沒錯 你其實反而會讓自己更傷害 所以眼睛會更累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自己紓壓的方法 包括我們常常在看電視節目的話 我覺得眼睛真的傷害滿大 我自己是會戴這種眼罩 這是我自己去買的 它是那種電動眼罩 電動 它除了會熱會震 會幫你按摩之外 它還會唱歌 真的 真的 它滿厲害的 你等一下放近一點 它會有那個鳥叫 所以你戴在這邊的時候 所以你戴在這邊的時候 大自然的感覺 感覺你在森林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聽不聽得到 有有有有 小小的聲音 很像絕對八環的那種 它就讓你放鬆 紓壓 而且它可以熱 它是很像按摩有沒有 會讓我給你垂震 它總共有三個模式 這我覺得真的滿厲害的 睡前我自己戴它 或是中午眼睛比較疲累的時候 我覺得戴它很好 然後說眼睛輸 因為中午你早上眼睛 眼睛休息之後 下午其實就有精神了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後我覺得有些 有的時候是那種芳香療法 也滿重要 像我自己平常在家裡 很喜歡點蠟燭 可是我自己有小孩之後 我會很害怕火這東西 對 會危險 後來在辦公室 你也不可能用火去點這東西 對 那個煙霧正正器就嗶嗶嗶 對 我就會去買這個 它是不用點火的蠟燭 喜歡那個 不用點火的蠟燭 你只要買它的那個蠟油 把它放上去之後 放久把它開關打開 它就會有這個精油就跑出來 它那個蠟油就會散發出香味 所以它就等於是慢慢 慢慢都會有那個裡面 超香的 我帶的是毛巾的香味 就像你在辦公室 也想到家裡毛巾的味道 很像在睡覺 而且我們兩個這樣 我們可以再錄食材 超香的 你一直打開它 都一直散發香味 我覺得有時候味道 或是你眼睛按摩 真的可以讓自己舒緩一些情緒 對 因為通常 我們就是家裡面 都要點蠟燭這種的 對 然後就不用點蠟 對 所以你可以放在辦公室桌上 老闆也不會說什麼 而且蠟燭最討厭 就是它洗的時候 會有那個煙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還滿方便 是 而且有點危險 這看起來舒服很多 對 那老闆自己有沒有 紓壓的方式 就如果在辦公室的話 因為我很喜歡看漫畫 所以我每次就等到海賊王 或者是等到很多漫畫 是 當天到的時候我就會去看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坐在辦公室冥想 冥想 或者是就是 靜坐嗎 對 靜坐 冥想 冥想的下一個要罵誰 吸收 吸收宇宙的能量 我這個是老闆 時間太多了 還要冥想 不是 我也要冥想 等一下 我也要冥想 我們像員工忙得要死 都沒有時間冥想 哪有時間 我也不是 老師也需要我們要冥想 才知道我們下一個計畫要做什麼 對 事情太多了 真的很重 你們就是時間太多 太閒了 心要靜下 你才看得到遠方 對 太閒 太閒了 不能追劇 一追就不用睡覺 真的 你們真的太閒了 而且你的心思要靜下來 而且冥想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 真的 這為什麼能夠成為老闆就是故意 自己講 劇邪氣控一定是說老闆 真的 真的 我也是瑜伽跟靜心 因為我們做很多那種情緒的工作 你一定要疏通情緒 真的 是一個紓壓的方法 所以學著吧 像我就是會收集一些 我覺得很可愛很療癒的東西 放在桌上 療癒小物 對 尤其是有時候像我們大家 路邊現在很流行的那種 扭蛋公仔 放在那個桌上 因為我們辦公室 你不可能就是點香氛或什麼 會影響到他人 對 可能會 就是太放肆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 有自己一個小空間 一個小園地 然後像公仔 然後還有一些植物 像這邊 像這個嗎 這是我們辦公桌 電腦桌上 那個建構 也在現場 有沒有看到 超可愛的 就是看了以後心情會好 就算老闆在罵我看看他 我都覺得 你就心情就好了 對 好可愛喔 是啊 超可愛 可以增加自己上班的一些樂趣 對啊 就是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 對 心情不好就抬頭看一下 可是老闆看到這種員工辦公桌上面 放一堆玩偶 你們作何感想 不會 不會嗎 不會 甚至我知道有些企業 他還舉辦這個員工的 所謂的整齊比賽 評比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把他的這個鍋 全部都擺出來 對 所以他也是希望 員工能夠開開心心 那姜老師 你自己有沒有療癒的小屋 有 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說 為什麼 那都是國小小朋友在玩 巴比娃娃 不是 紫尖陀螺 紫尖陀螺 就是之前很流行那個 我常常在那邊拿著就一直轉 那真的是國小在玩 對 可是我每次看他轉 我就覺得好舒服 那真的是好像 有那種療癒的功能 你看他轉 你其實一個部分幫你的感官收射 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人在焦慮的時候 哪個地方會特別痠嗎 哪裡 焦慮的時候 你的肩膀嗎 你的手 你會發現你的手 我需要不停的抖 對 所以其實那個手指 是我們呈現焦慮 最直接最快速 表達出來的地方 所以我會跟這隻機 前的觀眾說 我要玩紫尖陀螺 對 所以有時候你 你如果紫尖就是在忙碌的時候 你可能會稍微覺得 好像心稍微安靜下來 難怪 我每次只要轉 這其實本來是小朋友的 但有天我看他在玩 我就拿過來說 這個 那送給爸爸好不好 就把他搶過來了 真的 然後你一玩就上癮了 而且我又買了好幾個 真的 而且他越做越多花樣 對 而且那個好的跟不好的差很多 我就會左邊 左邊用一個 右邊 對 看誰比較早情 對 其實今天不管老闆員工 都跟我們分享了非常多 對 所以你今天有沒有學到很多 有 我今天有一句話要送給大家 做人老幾歲 你要好小看 因為難保 你們有可能之後 也是我們的員工 對 對不對 你們也有可能 對 對 你們會被老闆對不對 對 老闆好 所以大家要好好溝通 是 所以今天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你們 謝謝 三十卡卡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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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謝謝 客人 謝謝 大家